在这一边呢 他是time needed t in hour to assemble a machine very inversely so very inversely的话呢 这个其实是蓬佩 chapter1 那个variation的 然后of the worker 所以是t打叉1x 然后所以他有6个worker的情况之下 然后就是说我的x等于6的时候 他time是3 所以我在这边t等于k和x 所以我的x等于6的时候 然后这个是3 所以我的k会是等于3乘6等于18 所以我的t等于18和x ok 放6的时候我拿到3 ok 好 这样就settle了 然后他要我们complete the table in the answer space 所以你看18和x 18和1 所以在这一边这个18和1就是18咯 然后18和2等于9哦 18和3就变成6哦 然后18和5然后我们在这一边18和5 我拿到的会是等于3.6 ok 所以这一个是3.6 呃 这边 这一个是3.6 然后我的18和6就3哦 18和8就会变成2.25啊 然后他叫你在这一边c的这一个base on的这一个东西 然后他要你画这个东西出来 我们画出来的东西 因为inversely proportional条例是这样的 然后find the number of goods needed if the time taken 是5 hour 所以就是说我的这个5 hour的话就t等于5 所以我把这个东西这样画出来的时候 它会变成这样 ok 然后t等于5在这一边 这个是t等于5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时候t等于5 横下 这个就3 3.5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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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3.6 所以是3.6 所以它的答案呢 会是等于3.6 ok ok 来 所以他的这个是3.6 Worker 哟 还可以有0.6个功能的哦 笑死我的 5个 3.6个功能 5个功能哦 3.6啊 可是我们要写的答案是写3.6啊 所以他画的时候在这边1的时候是18 1的时候是18 然后2的时候是9 然后3的时候是6 然后5的时候是这个6的时候是这个8的时候这个他把这个东西画出来 ok 好 然后我看了一下schema的时候呢我发现到哎 原来他的答案是4 所以3.6个Worker是错的因为 Worker是人人一定是整数了 所以在这边3.6他近位的情况之下呢 他的答案就会变成了 那一个 4个 5个 OK 所以他正确的答案应该是4 3 5个 3 5个 5个 6个 5个 7 5个